母亲节快到了 如何关怀妈妈呢 根据草根影响力基金会的民调结果 台湾有将近七成的妈妈 期待和儿女一起吃饭 最不期待的则是用通讯软体 LINE或脸书问候 也因为科技的发达 对亲子间造成许多影响 孩子们该如何加强 和妈妈的互动呢 大家还是不要只用FV 或者是用通讯软体 就跟母亲问候 应该还是要邀请母亲 大家一起来面对面 然后来聊个天 见个面 那也呼吁大家 母亲吃饭的时候 请你把你的手机给关掉 我想这才是母亲最忠心期待的 而是让母亲节的时候 你心也跟她在一起 而不是说你还心有旁骛 还在跟你的朋友去聊天 我想这是我们身为子女的 我们应该要去注意的 善用这个科技产品的爸爸妈妈 哇 这很棒 就给他加进去 还有分身偷偷跑进去 至少知道他在干什么 在跟谁来往等等 还可以预防一下来提醒他 但如果对于那个 比较没有在用科技产品的爸爸妈妈 就是说 哎呦 我们的孩子不知道 在想什么都不知道 你在家里 或是在外面碰到孩子的时候 你可以跟他好好互动啊 用关心的语言 而且最重要是 不要用破坏性表达 要用建设性表达 你们看到我用正的 根据草根影响力基金会的 民调结果显示 有将近半数的母亲 加入子女的line或脸书 不过通讯软体 对于亲子间的互动有帮助吗 面对和孩子沟通的障碍 妈妈又该如何调适 他有爸爸妈妈可以说 他就不需要一直去 去看line跟别人说 这样 但是父母亲跟他说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到青春期 他有他的特质 如果你用的是比较权威的 经常命令他 或威胁他 或如果你这样 我就怎么样的威胁他的话 那这个孩子慢慢跟你 距离就会远 他不愿意跟你讲话 或他跟你讲一些话 你就说 我就跟你讲 不要这样 如果这样会怎样 他以后也不想跟你讲 我们如果要跟孩子 做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的话 那最好是 我们可以先去理解孩子 现在的情绪 或他的心理 到底是在想什么 去接住他的那个情绪 然后试着去理解他 然后让他可以知道说 我跟你是在一个阵线上 所以我们一起来面对 你现在面临到的问题 或是我们现在必须 要带解决的这个问题 母亲节快乐 我跟你讲一件事 母亲节快乐 妈妈我爱你 孝顺母亲 其实不用等到母亲节 应该在平日就多 和妈妈互动聊天 通讯软体只是一个沟通的工具 无法取代面对面温暖的互动 更重要的是 儿女有机会跟妈妈见面吃饭时 记得要把手机收起来 好好和妈妈聊天 心无旁骛 不然就是去见面的意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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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